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来到礼拜堂里面 我们不像天主教堂 哎呀 有彩色的玻璃 哎呀 有管风琴 这个教堂都有 就让人家有这种感觉 在我们一般的教会里面 那个设备是非常非常普通 进来以后 弟兄姊妹好像不太感觉到 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一进门在那边 我坐在这边 老爷就是啊 李牧师啊 你这个礼拜好不好啊 这个女的就跟他讲 哎呀 你看你今天穿的衣服很漂亮 整个教会就被人这里打招呼 那里说 结果呢 就一点没有让人家 一种感觉很树木的感觉 等到聚会完了以后 哎呀 那些小孩子 哗 冰冰邦邦 这个礼拜堂里面 好像在那晒马一样 就跑到台上来 对着麦克风 哈喽 哈喽 OK OK 在那里大讲 整个让我们觉得 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受 但是进来这里不一样 我们一进来 我们有一种树然的 一种很树木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唱 主在圣殿中的时候 我们里面实在得到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提醒 那么今天下午呢 我实在要求主在这里 接受这一次我们的敬拜 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我把它叫做 道成肉身的再思 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题目呢 我自己信主 是在大学一年级 生二年级的时候 在大一生大二 那个时候 在我的脑海里面 那个时候我的个性 那个时候整个 我们在台湾 整个的一个背景 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 一个背景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 非常着迷一样东西 后来我们知道 在中国大陆 也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影响 就是存在主义的影响 那个Existentialism 对于那个时候的大学生 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吸引 那么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气氛 就带来对很多的事情 都有一些用怀疑的眼光 或者要寻找答案 不到黄河心不死 打破砂钩问到底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来寻求一些答案 当我开始进入教会的时候 非常的热心 当我开始进入教会 的侍奉的时候 非常投入 但是渐渐渐渐 经到核心的时候 渐渐渐渐渐 经到一些同工在一起 在那里筹划一些 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教会里面有一些事情 让我心里面 受了很深很深的一个 打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 所以我就在看今天的教会 那个时候的教会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我带来很强很强的一种 怀疑对着教会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事情 找不到答案 后来我说 大家要追求属灵 我就问自己 什么叫属灵 你圣经背得很熟 都是属灵吗 你祷告很流利是属灵吗 你每一次聚会 都来全情是属灵吗 你出去热心 见到人就发单张 请人信耶稣 就叫属灵吗 这是一些属灵的现象 但是我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的属灵 好像是被提在半空中 脚没有踩在地上 不是那种脚踏实地的 那种属灵 我就开始在摸索 到底什么叫属灵 后来有一本书 影响我很大 也是那个时候 影响到大学基督徒的 一个作者 他的名字叫Francis Schaefer 他是一个基督教的 一个文学家 他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哲学家 他的信仰 带着当时福音派的基督徒 走向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向 我看到那本书的名字 就是True Spirituality 真正的属灵世上 在那本书里面 有一句话吸引了我 他说我们基督教 今天到了一个地步 需要有第二次的 宗教改革的 这样的一个需要的时候 什么叫宗教改革 1517年 马丁路德 看见当时 整个宗教的氛围 是一个非常非常 让他心里面很担心的 所以他那个时候呢 就在上帝的面前 花了很多时间读圣经 他在圣经里面 就找到了答案 在圣经里面 他就找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诉求 作为1517年的时候 他所带来的 当时的宗教改革 那个诉求是什么 四个字 因性诚意 因性诚意 因作他把 因性诚意的 这样的一个信仰 带到当时的教会 带了一个教会 很大很大的扭转 带了一个 很大很大的复兴 而这个因性诚意 当时我看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说那是1517年 16世纪的时候 宗教改革带来的 很重要的一个诉求 我就问我自己 现在是20世纪 如果这个 Francis Schaeffer 说今天的教会 需要有一个 第二次的reformation 第二次的宗教改革 我就问我自己 那个诉求是什么 16世纪的时候 是因性诚意 20世纪的时候 那么我们要 我们要带出一个 你说你看见 这个不满意 你看到这里面 有许多的问题 那用什么来作为 第二次 这个宗教改革的诉求 后来我就在想 因性诚意 因性诚意是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 所讲的东西 因性诚意是 保罗写信给 加拉太教会的时候 写加拉太书里面的东西 所以离开 马丁路得有 1500年的距离 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 其实也有这种 义人必因性得生的 这样的一个信仰和真理 是在哈巴古书里面 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 《主在圣殿》中 也是在哈巴古书里面 是第二章20节 但是在哈巴古书里面 还有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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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真理 就是义人必因性得生 离开马丁路得有2500年 离开1500年 离开马丁路得2500年 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 马丁路得在圣经里面 看到有这样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宗教改革的时候 他要拿出来提出来 影响别人 影响到这个当时的 教会的一个诉求 那我就问我自己 今天在我们的教会 20世纪 到底我们的诉求是什么 是不是也有些 什么样的真理 是在圣经里面 埋藏在里面已经很久 而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 弟兄姊妹 当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 跟一些基督徒商量 我就发现 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 分享的题目 道成肉身 今天教会的问题在哪里 道是道 肉身是肉身 什么叫肉身 就是生活 我们的信仰 理论 和信仰的应用 信仰的这个神学 和信仰的这个实践 是分割开的 主耶稣给我们看见 是他的道 能够成为肉身 他的道 是生活化的道 我们中国人说道可道 非常道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种 对道的一种 非常非常虚无缥缈的感觉 刚才我们不是读过了 从第一节 太初有道 道也神通在 这道 太初也神通在 这讲了半天 到底那个道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十四节 他才提到说 道成了什么 成了肉身 所以这个word become flesh 那个flesh就讲到我们的生活 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 这个 Melbourne这里 有没有听过我的干儿子来讲道 我的干儿子很出名的 他是戴德生牧师的第四代孙 叫戴记忠 戴记忠牧师 那他跟我在一起 我们在这个 这个波斯顿 我们有一段时间 三年的时间 我们住在一起 他住在我们家 住在我们家 那每一次我在教会讲道 要翻英文 他总是争取说 一定要替我翻译英文 每一次如果我跟他安排 没有安排到他翻译 安排别人翻译 他有的时候会不高兴 那有一次我就在讲道 他就站在我旁边 我就讲说 今天的信仰需要落实 我说落实不够 我们需要结实 落实是落到地里面 是落根要砸根 结实是要开始结果子 后来我在讲说 我们需要结实 不只是要落实要结实 你知道他旁边跟我怎么翻译 他说我们的信仰要on diet 要结实 结实是什么 就结少食物 就要结实 后来我看他一眼 我说你怎么翻译这样子呢 他马上改 他知道他翻错了 他就说kidney stone 那个圣结实 所以越翻越糟糕 越翻越麻烦 后来他 你知道每一次我讲这个事情 他都很生气 这是我一个最丢脸的事情 全世界去宣告 好像玛利亚 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 你要在普京之下 要述说正人所做的事情 作为纪念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把信仰 能够落实 而且结实出来 有一次我在台湾 看了一个小册子 我们基督教有小册子 就是让人家认识我们的信仰 那是台湾的一贯道 他们一贯道所出的一个小册子 他在那个小小的 那一个小册子里面 介绍他们的信仰 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 这些话应该是我们讲的 已经被他拿去讲 他说他们的信仰是什么 他说我们的信仰有道理 我们讲得出道理来 我们的信仰有道统 请注意他都写这个道字 有道理 有道统 我们的信仰有道路 我们的信仰有道德 这四样东西 岂不是我们今天 本着圣经所发展出来的 我们的信仰 很重要的几样东西吗 我们难道没有道理吗 难道我们今天在信仰上 我们没有道统吗 我们有两千年的历史 甚至我们可以说 从创世纪一直开始到现在 我们是在一个道统的里面 所以我们有道理 我们有道统 他说我们有道路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有道而没有路 好像我们没有办法 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 最后说我们有道德 后来我去查了一下 发现在台湾 许许多多的旅馆 那些住宿的那些酒店 差不多没有酒店 是没有色情的东西的 据说统一教他们开的酒店 差不多都没有这些色情的东西在里面 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其他的宗教 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现象 但是请问今天 我们这些信主的人 我们这些所谓 我们认识真理的人 为什么我们不在这四样事情上面 好好地去反省 我有道理吗 我到底有没有道统 我有道路吗 我有道德吗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很强烈的负担 我跟主说 我说主啊 如果今天基督教 在我有生之年 如果主让我有机会 能够向弟兄姊妹 传达一些我心里面的负担 道成肉身是很重要的 过去二十年 我学习做跨文化的宣教 当上帝把我带到 把我跟我太太带到泰国的时候 当我们到了那个金山脚的地方 我们有很多的道理要跟人家讲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那些非基督徒不是来听你讲什么道理 他是看我们怎么样生活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道成肉身 我们看十四节 我们单单看第十四节 第一章十四节 那个地方我们就看见约翰 他就把这个道作为一个总结 作为一个很清楚的介绍 他说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 有恩典 有真理 我就把和和本翻译的这一句话 道成肉身下面有几个很重要的点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道成肉身下面一个什么字 住 所以当我们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 刚才这个阎林医师 他在祷告的时候 他就提到说感谢主今天让李牧师 能够跟我们分 这个分享一点道成肉身的奥秘 其实真正道成的奥秘 我们可以在这一段圣经 这一节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 道成肉身住 第一个是住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 是生活的信仰 我们今天千万不要有一种观念 认为说我们今天要做个出事的人 我们离开了这个人世间 我们跑到山林当中 我们去修道 我们在那边去默想 我们到那边去清静 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不要忘记 我们的信仰是属天的 我们的功用是属地 求主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跟活 跟生活 跟住有关系 如果我们把第一章继续往下面看 看到当主耶稣出来的时候 施洗约翰对着耶稣说 然后跟大家宣告说 看啊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 本来有一些人跟着施洗约翰 当这些跟随施洗约翰的人 听见他们的主人在那里宣扬 或者在那里介绍耶稣的时候 就有两个人就离开了施洗约翰 就跟着耶稣去了 当他们跟着耶稣走的时候 耶稣在前面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就听见后面有人跟着来 那是在第一章三十八节三十九节 若你回去看圣经的话 他们在那跟着的时候 耶稣就回过头来对他们说 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什么 然后他们跟耶稣发出一个问题 三十八节三十九节 他说拉比你在哪里住 就是这个字住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到了三十八节的时候 那两个本来跟随施洗约翰的人 对耶稣所发的问题就是说 你在哪里住 但是他称呼他什么呢 称呼他拉比 什么叫拉比 拉比在当时的文字 翻译到现在的文字 就是老师 就是夫子 就是先生的意思 那么什么叫拉比呢 就是一个他能够把一些犹太人 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一些知识 一些哲学 一些文化的东西 解说出来的人 叫拉比 叫拉比 如果你仔细看这句话 拉比你在哪里住 对我个人来讲 里面有个非常非常直接的一个挑战 有个非常直接的一个提醒 拉比是演讲的人 如果今天你到这边来 你把讲道的人看成一个老师 今天早上我在一个教会里面讲道 在和牧师那边 那么在那边有几位弟兄姊妹 回来散会以后 哎呀我们认亲 我们发现 哎呀我们原来都是 不只是都是广东省 从县来讲 我们同一个县来的 从村来讲 我们是同一个村来的 哇我们发现有这个小同乡 哎今天下午他也来了 我想他来的时候 他看到我 他再会问一个问题 你是拉比 你是讲道的人 你是牧师 你早上讲了一个题目 请问你今天下午 你在Hofman这里 你要讲什么题目 然后他突然跑来跟我讲 李牧师我早上听你讲道 我现在来了 有个问题要问你 李牧师你在哪里住 我听他讲的时候 我倒要想一想 我到底要怎么回答他 你要来听我讲道 我就告诉你到Hofman 你要问我住在哪里 我要想想看 我说到底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你到底问我这个问题 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住 就讲到家 家就让我们想到 家是一个显 你原型的地方 露出你原型的地方 对不对 我们出门的时候 大概都会在镜子上照一照 看看我出去见的人 见的人还是见不得人 对不对 所以家是不一样的 一回到家 哎呀 你就很放松了 你一回到家 哎呀 你就可以随便一点 以前有个笑话 一个漫画 很明显的 那个男的是个牧师 因为他穿着牧师的衣服 旁边那个很明显是他太太 是个连环图画 第一个图画 那个太太就跟先生讲 先生啊 回了家了了 到家了了 你可以把面具拿下来 第二个图画 就是他把面具拿下来 那第三张图画 他的太太说 还有一个也要拿下来 因为他带了两个面具 到礼拜堂吃 那么回家是一个 脱去面具的地方 回家是一个显出 我原来的样子的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 当他在问说 拉比你在哪里住的时候 如果有人问你 你在哪里住 你最好搞清楚再回答他 因为他在外面 听你讲了很多 他现在要到你家里面 去看你原来的样子是什么 今天我们就 最不能见人的地方 就是家对不对 我刚才讲到我的干儿子 他神圣毕业 他要申请回去参加 他先祖所开始的 这个海外基督使团 就是以前的内地会 那内地会 我很非常非常佩服 他们西人 他们这些老外 真是大义灭亲啊 虽然你是戴德生的后代 你还是要照规矩来 那在他们的规矩里面 所有的宣教士 需要什么呢 需要有一个比较 能够为他祷告 在背后支持他的一个教会 结果他那个时候没有 神圣刚刚出来 刚刚毕业出来 他没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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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教会可以支持他 后来他说我没有 后来他们说 我们内地会 在美国的内地会 我们有一个中国的一个董事 他是一个教会的牧师 你可以去找他 他的教会可以来支持你 后来他就问 他说那个人是谁 那个内地会呢 海外基督使团就把我的名字 告诉他 他说别的教会去 这个教会我不去 他们说为什么呢 他说你讲的这个牧师了 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他知道我从小调皮捣蛋 现在如果我跑到他的教会 去做教会做实习传道 我一定会被他整惨 所以他就没有考虑 后来找到找去还是找不到 后来参加了一次 在美国的使者协会的 一个退休会 那么他又在那里找 到底到哪里 他就问了 台湾有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 叫韩婆婆 他就跑去跟韩婆婆讲 他说韩婆婆 你从台湾来 你比较熟悉 在美国的这些华人教会 到底去哪一个教会 我可以去申请做 他们的实习的这个传道人 刚好我远远地从那边经过 那韩婆婆就指一指 说这个人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在美国波士顿 他有一个教会 他在那边 你可以去参与 他一看 真是 冤家路宅 碰来碰去 还是碰到这个人 所以他硬着头皮 就跑来跟我讲 长话短说 后来我就回到教会 就告诉教会 我希望有一个实习的 一个传道人进来 你知道 教会就听了以后 说好事很好 但是我们教会缺少预算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在另外几一个时期的传道人 然后后来我们的执事会的主席 这个严尼医师也认识他 那个时候是执事会的主席 是李明哲弟兄 后来他就问我 他说 李牧师 那个人是谁 大概让我们知道一下 他的背景 后来我把名字一讲出来 他就不问了 他说要 这个人要 因为他是戴德生的后代 如果有戴德生的后代 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多生气 多开心 或者就通过了 那通过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安排他的工作 安排他的住处 他们说我们没有钱 我们没有办法给他 有那个房屋津贴 那我当时也不知天高地厚 我不晓得我也没有做错 我当时回到家 跟你师母谈完以后 我就回去跟教会讲 住在我们家 我就请他到我们家来住 你知道住了多久 刚才我已经讲 不是三天 不是三个礼拜 不是三个月 是三年 你知道他进来以后 你知道我怎么办 我 以前只有我跟我太太在的时候 我在家里面 我要穿什么 这就穿什么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但现在有一个陌生人 突然进来了 我出房间的时候 我一定要整装 对不对 我起码要穿得 低身一点 穿得像样一点 所以一个外面的人 进到你家来 那个还小事情 你在家里面 所有的 你的弱点 你的一些缺陷的地方 给人家 谎多人说 独眼龙看戏 一目了然 看得清清楚楚 真的到时候呢 你说三天五天没有关系 我打中脸可以充胖子 对不对 但是要我打中脸充胖子 三年 你说你苦不苦啊 把他接进来 所以当我想到 拉比你在哪里住的时候 上帝提醒我 今天我们的信仰 不是三天五天的事情 今天我们的信仰 是不是能够在生活里面 落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 我忘记了这几天 我在哪里也讲过 同样的事情 后来他在我们家 住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的爸爸就问他 杰米 你到底要不要结婚 现在年纪那么大了 你神学也毕业了 现在侍奉也开始了 你应该想想你的家 因为戴绍生牧师 只有三个孩子 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后来他就跟爸爸讲 当然我要结婚了 那你有没有对象 没有对象 那你有没有一个方向 没有对象 有方向吗 到底你要找什么样的人 他说这有 我倒是有一个标准在那里 他说是谁呢 他在我们家住了三年 他跟他爸爸讲 我要娶老婆 我要娶太太 就要像李牧师的太太 那种太太我才要 每一次我想到这里 我心里很感动 三年住在一起 能够让他在这个家里面 看见我们的信仰 是经得起考验的 弟兄姊妹不是我们能够做 这是上帝的恩典 我实在像弟兄姊妹提出这样一个挑战 第一 什么叫道成肉身 住 什么意思呢 跟生活有关系 第二 道成肉身 我们看这个十四节 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什么叫在我们中间 我们的信仰不只是生活的 我们的信仰是入室的 我们的信仰是入室的 我们的信仰是入室的